Hello 大家好 我是Souane 終於會入秋了 雖然香港可能這一刻 都還不像四季分明的國家那麼涼 但大家平時逛街或網路買的時候 應該都看到很多都挺漂亮的秋冬天衣服 我之前都有跟大家分享開這個GU的開箱 這次除了GU之外 還選了幾件Unical的Items 平時就給一些台灣或日本、韓國的Blogger 就是看了很多他們的秋冬天的款式 覺得性價比都很高 而且很高質質很漂亮 尤其是GU的東西一向都是划算 始終日本和香港不算是很同步 就算看完他們的影片或他們的帖文後 被他們燒穿了去看看會不會找到同一件衣服 都不是說找得很齊 我自己親身去店舖選了幾件 我覺得質地不錯 各款都很on trend 而且都蠻適合我這個身形 或者質素版型都蠻不錯的衣服 盡量搭配多幾套穿搭給大家看 有興趣就繼續看下去 第一件就是我身上的這件TOP 我先拔一拔咪給大家看 它本身的款式是上下拉鏈的設計 你看到這個圓位其實你的上下是可以自己去拉的 上面那條拉鏈和下面那個稍微拉低一點會好看一點 如果平時瘦底的女生當然可以露蠻腰 在我身上比較顯瘦的穿法就是當它是外套穿 這件就是中馬 它還有幾個色 其中一個我覺得都很漂亮的是灰藍色 但我最後就選了這個啡色 好像秋冬天比較容易搭配 還有它手袖這個位置就有一個小開叉 多一點點細節 質地和它這個植紋我也覺得是剛剛好 很簡單搭配任何東西 我覺得裙、褲、西褲、上班穿都是沒問題的 特別小小的位置就是它三身會做了一條這樣的斜線 就好像那些馬甲線一樣向內縮 整體的視覺效果都會比較有曲線 有些款式然後可以長期穿很多衣服 只是179元 這件已經是我第一件覺得很值得推薦大家了 另外一件都是比較基本的TOP 就是一件這樣的黑色有扭的 都是偏短身一點 大圓領長袖TOP 這個紋就跟我身上這件有少少分別的 但主要都是直尖紋 它也還有其他顏色 這種TOP通常會比較貼身一點 所以我就選了M size 但質地就相對上沒有我身上這個啡色那麼好的 但它原來是超便宜的 這件是79元而已 如果79元來說我覺得就沒得輸了 平時也是大部分東西都配搭 然後是今次我自己知道自己買得最底的一套 裡面已經有一條這樣的啡色背心長裙 質地也很好 瘦的女生真的可以單穿 這條裙子就這樣看下去覺得它好像很難搭配 半透明的摘染是挺顯瘦的 特別是因為它這個位置做了一個開叉的設計 所以其實它不會全包固 做完之後反而將你的身體壓縮了 不想穿著一條這麼透的網紙裙 當然你裡面可以跟隨它原本附送的內搭套 再加上這兩件長袖 都是它們很划算買很白搭的一件 半瓶領長袖也挺透的 它單件的價錢是99元而已 還買了它的米白色 都是超級透的 你看到是好像玉色絲襪一樣透 我也覺得它很夠彈性的 所以我兩件都是買了S的 身上這條是灰色的M 這個我真的覺得很有驚喜 這些就算是媽媽做一個穿搭也很適合 也有很多種穿法 好像現在這樣 未真是很涼 我覺得裡面可以配襯短袖 而且這兩年都很流行 無論是日行都是超級流行的 Layering的穿法裡面配襯牛仔褲 又或者可能遲些配襯一些黑色的西裝褲、喇叭� 我覺得都是很好看的 所以這套衣服我應該都會重複穿搭多次 無論你是配襯黑色還是白色 已經觀感上和整個感覺是很不一樣的 它還有其他色的 但我覺得一定是灰色最容易配襯 GU超級熱賣的這一條 第一次看的時候 我覺得穿過人很O型腳 就選了最復古的洗水 其實是我小時候流行的一些藍色 再配襯一些綠灰泥土色 其實跟我現在身上這件衣服是很配襯的 本身看到這條褲的時候 我覺得是不適合我這些理型身材的人 因為它應該會再把我下半身巨大化 但穿完出來我覺得好像OK 它收窄了我的褲子 還有任何人穿 無論你的腳是胖還是瘦都好 它的褲管一定會幫你的腳呈現O型蘿蔔腿 反而好像不太知道你下半身的形狀是怎樣 還有它是很有質感 亦都挺重磅 它本身這款洗水色 這兩年是很流行的 例如Acne Studio那些都有推出 所以我覺得它穿出來的感覺 都挺是on trend 我覺得它看上去跟我家的其他褲 感覺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買完之後 亦都會覺得想嘗試多配襯不同類型的穿搭 還有這條褲真的一定要試上腳 才知道你穿完之後的感覺是怎樣的 大家不要被它的公仔嚇撐 亦都是試上身那刻才知道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叫它做神褲 這條這麼重磅的牛仔褲 都只是199元 這條是跟剛才那條比較類似 這幾年都比較流行的一些闊身 然後左右兩邊是有褲袋的 Kaki色軍褲 是比較像藍裝的Kaki褲 我之前買的那些是索醒褲的那種感覺 亦都會令到你的腳是比較圓筒形 下面收窄一點 但這些就是比較闊腳的狀態 而且它是很挺身 它真的是扯步褲的那個質地 好像我身上這件衣服其實都很容易搭 秋冬天穿很多的簡單長袖T恤 或者是衛衣那些搭配它都OK 這條是超級薄料 好像小朋友或大人可以卷放在背囊那裡的那種 很薄身的風褲料 真的很涼爽的 春夏天就很適合穿 都是有一個工裝袋在旁邊 而且它也有分很多顏色的 我就選了這個比較特別一點 像是均綠色再加Kaki色的感覺 雖然它特別 但應該都很容易搭配 我發現我今天這件衣服 是跟我所有的下身都沒有特別搭配 所以其實這隻啡色秋冬天真是超級白搭 價錢是179元 說起秋冬衣服 春夏天大家尤其是香港天氣這麼熱 應該會比較多摘頭髮 但去到秋冬天 總是好像放頭髮的造型會比較容易搭配 而且真的有一個保暖的效果 除了頭髮的保養之外 頭皮的保養也是非常重要 臉我們會塗一些抗衰老的護膚 其實頭皮也一樣要的 最近也多了人討論頭皮初露 在我身上最明顯的 就是頭皮會開始乾燥 晚上洗完頭之後吹乾了 沒多久又會開始癢 而且我也是染頭髮染得密 大約一個多兩個月左右 就會出現一次頭髮 間不中髮型師也會跟我說 我頭皮會很容易出現敏感 紅 染快過程也會覺得有點喇喇的感覺 當然我也有用過一些專門修復頭髮的洗頭髮 但對於頭皮的作用 就好像不是很大幫助 頭皮和頭髮真的息息相關 要有健康的頭皮才可以生出一些健康的頭髮 很多年前我看過一個台灣很有名的中藝節目 當時有一個很有名的髮型師說過一句話 其實頭皮和皮膚是同一塊皮 如果你想自己的皮膚保持得好 其實也要好好護理你的頭皮 它一樣會老化 需要一起保養 絕對不可以忽視頭皮的控制腦步驟 我喜歡用一些成分天然簡單的品牌 可以長期用 以及真的有效可以解決頭皮的問題 之前也有跟大家介紹過 Hair Recipe這個品牌 我自己也是長期用家 已經空平了很多支 手上這兩支是全新的 它有兩個系列 一直都有用這個 純米瓶受損法洗戶系列 Hair Recipe是主打用天然食材護理頭髮 不單止對頭髮的保養 還是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 純米瓶是用米這種食材去做的 很清新的日本溫泉酒店感覺 有一陣淡淡的檸檬香味 每一次洗頭的時候 都覺得它的清潔力很好 不會令頭皮覺得很乾 護髮素真的做到滋潤 但又不厚重 很適合香港的天氣 洗完之後 感覺到頭皮很乾淨 不會有打擊和無躁感 也少了因為梳頭和吹頭的吊髮問題 不單止改善我頭髮的膚乾 也令我的頭皮覺得很清爽舒服 頭皮覺得健康了 頭髮變得有彈性和活力 更加是油順風型 很多人會有一個迷思 覺得天然的東西就等於沒有效果 但我覺得天然的洗頭水 反而對頭髮更加好 純米瓶洗頭水是無值配方 但一樣做到收穫的效果 一直用一段時間 差不多兩個星期 已經可以感覺到 它明顯改善到頭皮初老的問題 成份可以讓頭皮和頭髮吸收 可以由內而外變得更年輕 而且我覺得它們的收穫效果很好 雖然我已經很多年沒有全頭飄染過 但我早幾個月都去了做局部的挑染 都覺得頭髮乾了 特別是髮尾會有開叉的位置 為了繼續留長頭髮 平時洗完頭我都會用它們的純米平美髮油 裡面有高濃度的米康精華 我上網查過 原來米是谷為素和維他命E 可以真正有效滋養髮心 用完之後 感覺到頭髮是內而外地收穫 所以每次用很少量 已經可以撫平和順滑毛燥頭髮 最後吹乾頭髮就可以了 頭髮去到哪裡都可以散發著自然健康的光澤 我們繼續介紹今次買的新衣服和穿搭 這件是非常學院風的 它是一件藍色Polo美的一件針織衫 羅文設計的 手袖加一條白邊 而且衣服也加一條白邊 這件是很QQ中學高中生的衣服 最隨便的情況是搭配一些很簡單的牛仔褲 或者是一些灰色的裙褲 即不是八折裙褲 可能就會好一點 其實這條八折裙褲我都掙扎了很久 又想搭穿搭給大家看 結果都是硬著頭皮買回來 這件衣服真的挺搭配這條裙褲 只不過如果你心理關口過不了 可能你還是搭配一些稍微的造型會好一點 其實它還有米白色的 我覺得米白色也挺漂亮 另外它的質地也挺好 但你不要預計它是可以很耐小的 這件也只是179元而已 另外我剛剛說的這條白折裙褲 質地挺好 是一些不算很容易潮的西裝料 還有它裡面還有一個褲位 也是挺舒服的裙褲 不用怕走光 還有搭配其他東西也挺好 價錢是149元 它也有很多其他顏色 有興趣大家也可以去試試 芭蕾舞鞋 我上網看了很多人推介G.U的這一對 說它是超舒服 有抵賣 還有它有很多顏色 我手上這一對就是中馬 我穿就是剛剛好 這雙鞋很舒服 它穿上去的腳感是真的很好 我當天一試已經覺得是馬上要買 如果你平時比較多穿牛仔褲 或者是女生的穿搭 我都建議你真的要去試試 還有試試其他顏色 因為好像這樣的一個銀色鞋 其實它撞到牛仔褲上 或者撞到現在很流行的 那些白色的蛋糕裙 長裙 其實都真的挺好看的 它這個位置是不會很辣腳 亦都不會是刮腳的那種布料 可能不會流行很久的鞋 我自己就不是很捨得投資 很多錢去買 而這一對只是179元 所以我就大膽地買了銀色 就算穿了一陣子之後 覺得那款已經不是很流行 或者不想再穿銀色的鞋 都不會說很心痛 最後就是UNIQLO 我買了三件衣 一進店鋪推銷的一件 又是羅文的針織外套 我覺得它是類似便宜版的 Ralph Lauren 平時Ralph Lauren有很多經典款的外套 Cotton或Cashmere都有 如果薄身的那些 通常就是Cotton料 這件都是這麼軟熟 我覺得質地更加適合香港 這些比較不是很冷的天氣 它簡直軟熟到 你會不會以為它裡面加了Cashmere 價錢是199元 這件我買S就OK了 因為我覺得可以當它是頭穿 或者外套穿 都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以這個價錢來說 我覺得它真的挺划算 你可以買多幾個顏色 它都是一些平時很容易搭配 很基本的顏色 好地的這些天氣 我竟然去買了一件魚翁背心 因為我真的很擔心 它之後會斷貨買不到 就是今次我去UNIQLO 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目的 它們就出了一個UNIQLO C系列 就是有設計師幫它們設計 另外一個比較簡約 高級路線用的材料 以及它的款式 跟它們平時正常的UNIQLO 是有些不同的 我看了很多日本Vlogger 開箱的那些衣服 都覺得很漂亮 看上去很平凡的魚翁背心 我覺得是最多人推薦得來 在香港算是最容易穿的 因為你看到它是短版的 秋冬天用來襯一些 寬身的長褲 又或者是長裙 再加一些簡單一點的鞋 或者是一些短背 我覺得它的款式是挺好看的 而且我本身是有很薄身 夾在裡面那種魚翁 但是如果你說 說到一件黑色魚翁的背心 其實我是沒有的 所以我結果也是買了 真的是魚翁 它也只是399元 我買的這個尺寸是M 你看到它這個Tag是不同 它是UNIQLO C系列 暫時香港就不是每間分店 都有它們整個系列的東西 我網上看它都是寫到 某一些UNIQLO C系列 是某些分店才有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去看 它某些款式 可以網上看了那個款式 然後去到它們有的門市 看看就會看到實物 如果不是我想要去到日本才會齊貨 其實都挺薄身 不會覺得很臉腫得來 它都挺保暖的 你看其實都真的挺顯瘦 真的不會覺得自己穿了舊東西 我想如果夾在衣服的裡面都OK 話說我未來年尾會去一個很遠的地方旅行 帶上豬仔去 我覺得很期待 最後一件單品 都是一些很百搭 不會過時 也是有少少像Ralph Lauren的平替版 就是這件灰色外套 我知道你這樣看上去 會覺得它有點像叔叔叔叔公 白白的一件衣服 或者是很藍裝款 但其實這幾年 寒妹都很輕用這些 很中性舊式復古的這種嶺 還有這些離子外套 去配合短裙 比較可愛的造型 或者你下身也可以配合運動褲 很隨意的造型 通常這種外套 都是有這些橡筋腰的收腰款式 還有這隻灰色也是很高級的感覺 簡直是Laura Piana的那種感覺 跟我剛剛說的這件BASIC款 浪文針織一樣 我覺得這兩隻灰其實都挺像的 都是一些很高級的灰 不像是一件Unical的衣服 拿上去的質感都不像 $399 我覺得都OK 而且因為它本身都是寬鬆版型 我就選了細碼 我怕反而穿得太鬆 看上去會有些顯肥 這次就一次過開箱了十幾件產品 總共都好像差不多$2500 喜歡就不要忘記給我 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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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